Hi! 大家,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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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本土人! 这一支的从零开始学日文,主题是 Ji-shoukei 除书型 也可以说圆形 这也是绘画常出现的重要的一个形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先学除书型的变化 变化也不难喔,很简单 学变化,然后学一下三个用法 那大家看完之後 盡量自己多造句 然後那個造句想知道有沒有對 也可以留言給我 大家看完覺得這個影片有學到東西 麻煩請幫按讚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那這次也我們努力喔 我們開始上課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竹書型的變化 變化也不難 先看一下第一類動詞 第一個 書東西的寫 竹書型 書書型 所以マスター前面的 Ki I的音 I的母音 改成Ku U的母音 就是Ki 裡面 U的音是Ku 所以Ki 改成Ku 都看 下一個 飲 喝東西的 喝 飲 Mu Mu 裡面 U的音是Mu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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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看一個 作ります 做東西的做 好 Mu的前面是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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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SU YOBI MASU 就是叫朋友或者叫计程车的叫 YOBU DASHIMASU 就是拿出来 DASU 最后 KAYIMASU 买东西的买 KAU 所以出书型第一类的变化是 I的母音改成 U的母音 那接着看第二类 第二类就简单 MATSU 直接改成RU 看第二个 TABEMASU 吃 TABELU TABELU MASU 改成RU就好了 第二个 NEMASU 就是睡觉 NERU OSHI EMASU JIAO OSHI ERU WASU REMASU 忘记 WASU RERU MIMASU 从这边是特殊的第二类 MIMASU MIMASU 就是看东西的 看 MIRU OKIMASU 起床 OKIRU KARIMASU 跟朋友借 KARIRU ABIMASU 重造的 充的意思 AVIRU 所以第二类的话 把MASU 直接改成RU 就好 那第三类呢 就只有两个 KIMASU 跟SHIMASU KIMASU 就是KURU SHIMASU 就是SURU 这两个背起来就好了 那我们就是接着稍微练习一下 第一个 HIKIMASU 就是弹钢琴的弹 HIKI 一代音 所以第一类 它的主书型 HIKU KIKU 结果里面 就是KU KIKU OK 第二个 HANASHIMASU HANASHI 所以第一类 HANASHU 改成U的音 第三个 UNTEEN SHIMASU 开车 SHIMASU 就是第三类嘛 所以UNTEEN SURU 第四个 AKEMASU AKEE 的音 所以第二类动词 AKERU 把MASU 直接改成RU 就好 AKERU 第五个 UTAIMASU 就是唱歌的 唱 UTAI DIRE UTAU 第六个 IIMASU 就是说 DIRE IU 第七个 OYOGIMASU 就是游泳的油 OYOGI DIRE OYOGU OK吗 所以主书型的变化 DIRE 是MASU 的前面 I的母音 改成 U的母音 然后第二类的话 MASU 直接改成RU 第三类 KIMASU KURU SHIMASU SURU 这两个背起来 OK 好 接着看一下 主书型 JA KOTO DESU 它的意思是 做这件事情 把洞子弄成名字化的一个用法 像吃东西这件事情 TABELU KOTO DESU 这样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接续 出书型 出书型 JAKOTO DESU KAN 以外列 我的兴趣 是看电影 看电影的看 観ます 出书型 観る 全句话 WATASI NO SHUMI WATASI NO SHUMI EIGA O MIRU KOTO DESU WATASI NO SHUMI WA EIGA O MIRU KOTO DESU EIGA O MIRU KOTO KAN DENY 这一件事情 所以不可以说 WATASI NO SHUMI WA EIGA O MIRU DESU 这个是不对 一定要 MIRU KOTO 这样才对 那看第二个例子 我的兴趣是 看书 这边的看书 YOMIMASU 出书型 YOMU 全句话 WATASI NO SH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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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书 这件事情 所以自我介绍的时候 就会说 我的兴趣是 MOMO 可以用这个句子 WATASI NO SHUMI WATASI NO SHUMI WATASI NO SHUMI KOTO DESU OK 好 那我们就是 多看例子 第一个 我的兴趣是 听音乐 听 聞きます 出书型 聞く 全句话 WATASI NO SHUMI WATASI NO SHUMI WATASI NO SHUMI 音楽 WATASI NO SHUMI 私の趣味は音楽を聴くことです ok 看第二个 我喜欢的事情是吃东西 要走跟朋友聊的时候 就会说我喜欢的事情是吃东西最近的事情 那吃 食べます 数数字 食べる 全句话 私の好きなことは食べることです 私の好きなことは食べることです 食べること 吃东西 这个事情 ok 看第三个 我喜欢的事情是睡觉 这也是常常会听到的 睡 寝ます 数数型 寝る 全句话 私の好きなことは寝ることです 私の好きなことは寝ることです 像如果我喜欢的东西是玩球 私の好きなことはテニスです テニス这个是名字 但是睡觉是一个洞子 所以把洞子弄成名字的时候 会用寝ること 这些的用法 ok 最后面就是挑战 练习题目 第一个 私の趣味は旅行 如果是没有 后面没有的话 私の趣味は旅行です 也是ok 但是后面好像要加洞子 如果要洞子的话 加什么呢 答案 私の趣味は旅行することです 旅行することです 就是します的 主数型 すること ok 就是去旅游这件事情 那看第二个 私の好きなことは歌を 应该是唱歌这件事情 唱歌います 主数型 歌う 所以全句话 私の好きなことは歌を歌うことです 歌を歌うことです 就是第四个是 对的 所以这个主数型じゃことです 是把洞子 論者名字化的一个用法 ok 那接着看一下 主数型じゃことができます 他的意思是 我会做这个动作 像 我会弹甘情啊 或者 我会做料理 等等 可以用这些的用法 那他的接续 主数型じゃことができます 直接看第一个例子 我会讲日文 讲 HANA SHIMASU 他的出数型 HANA SU 整句话 私は日本語を HANA SU KOTO GA DIKIMASU 私は日本語を HANA SU KOTO GA DIKIMASU 前面的 私は 可以戦略 主要是我会讲日文 HANA SU KOTO GA DIKIMASU 再看一个 我会弹甘情 好 弹 HIKIMASU つ数型 HIKU 私は Pianoを HIKU KOTO GA DIKIMASU 私は Pianoを HIKU KOTO GA DIKIMASU 会弹 感情 OK 好 那这个 我会 摩摩 是 こと つ数型 KOTO GA DIKIMASU 或者 后面会学的 可能动词 都可以 都可以用 好 那我们就是 接着 多看例子 好 第一个 我会 开车 开车 怎么说 運転 SHIMASU SHIMASU 的 出数型 SURU 整句话 私は クルマを 運転 することが DIKIMASU 私は クルマを 運転 することが DIKIMASU OK 看 第二个 这件 3点 可以 使用 信用 KOTO GA 使用 使います 好 出数型 使う 全句话 このレストランは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を 使うことが できます このレストランは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を 使うことが できます 这件 3点 可以 使用 信用 KOTO GA 好 第三个 你会喝酒吗 就是 问对方 喝 飲みます 好 出数型 飲む 整句话 お酒を 飲むことが できますか OK 那最后 最后看一下 練習 ティーム 第一个 この海で ことが できますか インガイス 他会用日文唱歌 唱歌います 詛詞形歌う 整句話 彼は日本語で歌を歌うことができます 第四个是对的 詛詞形じゃことができます 我会做这个动作的意思 OK 好 最後看一下 詛詞形じゃことが好きです 或者嫌いです 詛詞形じゃことが上手です 或者下手です 他的意思是 我喜歡做这个动作 或者我不喜歡做这个动作 或者我很会做这个动作 或者我不太会做这个动作的意思 好 那这个呢 我们就是直接看 就是五个例子 好 第一个 我喜欢看电影 好 看 見ます 好 他的詛詞形 見る 整句话 私は 私は 映画を見るのが好きです 私は 映画を見るのが好きです 好 那 映画を見ること 也可以 但是一般 但是一般 我觉得用 の 比较多 所以大家 两个都会 然后就是可能会画的时候 用の 比较好一点 好 好 私は 映画を見るのが好きです 我喜欢看电影 这件事情 好 那 看第二个 我不喜欢走路 走是 歩きます 好 途数形 歩く 好 全句话 私は 歩くのが 嫌いです 私は 歩くのが 嫌いです 不喜欢走路 好 OK 第三个 他很会唱歌 好 唱 歌います 出数形 歌う 全句话 彼女は 歌を歌うのが 上手 です 很会唱歌 这件事情 好 那 第四个 我不太会讲日文 好 じゃ 話します 出数形 話す 全句话 私は 日本語を 話すのが 下手です 私は 日本語を 話すのが 下手です OK 好 第五个 我喜欢 拍照 这件事情 拍照的拍 取ります 出数形 取る 私は 写真を 撮るのが 好きです OK 有了解吗 如果 当時 我喜欢 我喜欢 照片 私は 写真が 好きです 也是可以 但是 想说明的是 私は写真を撮る 我喜欢拍照 这件事情 要加动词的话 一定要 取るのが 或者取ることが 拍这件事情 要弄成名字 的话 OK 最后 看一下 練習题目 第一个 彼は 車を のが 下手 です 他 部隊会 開车 開车 運転 します します と 出数形 する 全句话 彼は 車を 運転 する のが 下手 です 彼は 車を 運転 する のが 下手 です 第一个 是 对的 好 看第二个 いろいろな国で 写真を のが 好きです 应该是 就 喜欢 在各国 在各国 国家 拍照 这件事情 好 那拍是 撮ります 出数形 撮る 所以 いろいろな国で 写真を 撮るのが 好きです いろいろな国で 写真を 撮るのが 好きです 可以吗 所以 我喜欢 某些事情 我喜欢 不喜欢 名字的话 就直接加就好了 如果动词的话 出数形 加 ことが 或者出数形 加 のが 这样 接 OK 好 大家如何呢 有学到了吗 那出数形呢 常常跟 こと 连在一起 它的意思 就是 做这件事情 就是名字化的 一个用法 大家的话 就是尽量 自己造句 然后就是 多练习 那大家 这支的影片 也学到东西 麻烦 帮我按赞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好 那 下次的课见 OK 拜拜